听说你不是在华侠美吗 小五帮我花3000多在华侠美拿一台15pm 这个是我听过一句最离谱的一句话 我们先不说3000多能不能在华侠美拿15pm 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一台机器 先给这位粉 先给这位粉丝上一个电视 这位呢是一个也是一个广东深圳 估计是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同城小伙伴 选择在我们这边入手一台15pm 他的要求呢是256g未激活的机器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市场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15pm市场拿货行情 走 好那这台全新未激活未激活的15pm呢 我们也是帮这位粉丝采购到了 然后我们来起来看一下机器 我们顺便来说一下 刚刚那位粉丝3000多 能不能拿到一个15pm 我们来算一下 打开计算机 首先15pm现在市场拿一个原装的拆机屏 是在2800到2850 然后它的一个美版的原壳 应该是在800左右 这边就成本就去掉3600了 那我们更不要讲相机 相机的话应该是350左右 那这个呢 你还不包含主板 其他七七八八的东西 算下来你硬成本 就是原装的你都要4000多了 那怎么我们可能在华家美 花3000多拿到15pm呢 不要贪便宜 切记 贪便宜只会吃大亏 好吧 因为这种人会说这句话 这种人他基本是准备炸你的 所以他才会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去吸引你 然后我们来看最近的一个15pm的一个市场 拿货行情是在多少 15pm256g蓝色的今天是在49张 黑色是在4920 15polo128 黑色是在4030蓝色4020 15的话最近市场行情也是掉了一些啊 黑色是在3050 15plus128的话是在33张起 然后我们拿了这件机器呢 都是全新未激活未使用的 来看一下 机器呢也是没有改卡的 因为我们都是拿全新的机器嘛 然后确定机器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再来去改卡 再测机发货 那我们拿了每一台机器呢 我们都是会跟粉丝确定一个机器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外观橙色我们确定好没问题之后 我们会把一个机器的外观橙色发给粉丝 然后再来看看这台机器的查询结果 15pm256g蓝色激活状态未激活 如果说这台机器激活过的话 它会显示再保天数有多少天 好了我是小五 如果说你们想了解更多美版十字十五系列行情的 都可以直接滴滴我 拜拜